一个灵魂魄神的文化 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学到了多少 张老师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年 我活了55岁 我学了30多年 我从18岁就开始学 学的过程中 师父还通过各种的技术 方法引导我去实践 去证明他 这就是一个博大精神的 圣贤教育实验 我们现在的实俗教育 是一个凡夫的教育实验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从小的唯物主义 要扩展自己的思维 到大唯物主义 大唯物主义是 包囊过了物质 暗物质 反物质 反暗物质 四大内物质的 唯物主义 你仅仅停留在眼睛可见 一气可测的这样的唯物主义 你是狭隘的唯物主义 你是落伍的 落实过实的唯物主义 不是不要唯物 我们的唯物是大唯物 是四大内物质的唯物 你们旧脑袋 旧思潮 是过时的学文 你没有苟日心 日心 更新换代 你不是新世代的人类 你是一个旧人类 旧时代的 落伍的是物质世界的 农历的人类 今天的人类 一切都是为了物质 交相投降 为了金钱 交相投降 不要命 只要有金钱 我可以不要命 只要给我千百亿 我宁肯今天死 你们是像 物质投降的一群人 是败将 是人类的败类 你们已经迷失了一个 生命作为人的尊贵 尊贵的生命 中共的人类 是要控制四大类物质 把四大类物质的规律 抓在自己手中 君子善嫁于物也 我需要利用物质的时候 我就利用物质 我需要利用暗物质的时候 我能利用暗物质 我需要利用反物质的时候 我能利用反物质 我需要利用反暗物质的时候 我能利用反暗物质 这是尊贵的人 你们是人类的败类 只能被做物质的奴隶 做房奴 做车奴 做金钱的奴隶 所以你们已经被 这些物质的东西给同质了 人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人的尊严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尊贵的 像释迦牟尼所说的人 人是有两套系统的 是肉身系统像个人 你的灵魂系统完全是个败类 完全是个奴隶 你被金钱所左右 被对位所左右 被名利所左右 我们看到中国很多贪官无力 昨天还高高在上 今天做阶下球 当他做阶下球的时候 他想做一个普通人 都还做不了 所以希望大家 被老师能够骂醒 借着这个一年之中 最吉祥的日子 做一次反思 我们不要做人类的败类 不要做奴隶 别人的奴隶 金钱的奴隶 要做自己的主人 要能够去控制四大类物质 为我所用 而不是我被物质所转 说君子姓非义也 善家与物也 小人姓非义也 被物所转也 你为了金钱不要命 为了名利不要命 为了美色不要命 你就是一个小人 是人中败类 人中垃圾 人中垃圾 并没有什么值得 别人去欣赏和羡慕的 时代将要变化 人类的灵性都在觉醒 未来 评判一个人 是否成功的标准 马上就要改变 不再以你拥有多少财富 拥有多少金钱 拥有多少道房子 拥有多少辆车 来平定一个人的尊贵 而是以你的精神层面 灵魂层面的解脱 神史方面的解脱 为最高的平等 平定方法 按照这样的平定方法 释迦牟尼是圣人 他是个要贩的 不尊贵 按你们现在用金钱的标准 他没有多少房地产 又没有多少辆马赛地 又没有多么的 样的名气和地位 因为他是要贩的 孔子周游列国传道 坐的一辆马车 还是徒弟赠送的 在路上几经波折 差点饿死 身无分文 这就是圣人 老子呢 带着一个书筒 骑着一头破牛 漫游世界 身无分文 这就是圣人 所以大家醒醒 我们要做新人类 那么从这个七月中旬开始 完全地改变自己的 错误的认知 回到一个正确的 尊贵的人 这个层面 开启新的征途 然后做自己是一个 自己的主人的尊贵的人 不要做一个北贱的人 败类的人 去变成金钱的奴隶 物质的奴隶 明利的奴隶 都不需要 一切 唯我独尊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是释迦牟尼 诞生之后 走七步所说的话 这个尊贵的我 是我们内在的那个真我 唯我独尊 是那个灵我 不是其他的我 所以是我们今天这个 今年这个七月半 要从这个觉醒之道上 大家来下功夫 不但我们要觉醒 借着天地时空场 我们还要帮助六道众生 都觉醒 那么这样 我们才是真正的 不辜负圣贤教育的一批 真正的圣贤弟子